黑胡子憋死香格斯谁会胜出 当黑胡子为夺取凯多果实抵达和之国 香格斯前来阻止 但蒂奇一点面子都不给 还拿红发女儿乌塔来搞老对手心态 他告诉香格斯 你女儿的身份已经被整片大海都知道了 接下来 他会像当年艾斯一样 被很多势力很多人盯上 毫无疑问 女儿及香格斯的逆龄之一 既然你蒂奇不给面子 那我今天就帮你挺面 黑胡子毫不在意的笑了笑 他说自己可是等着台词太久了 欢迎未落 黑胡子身上就被实质化的黑暗包裹 他一掌拍向地面 黑暗如同潮水一样像四周蔓延 两人所守区域外边 甚至形成了些黑诡异的龙卷风 眼见香格斯双脚都站在黑暗里 蒂奇自觉稳操胜全 他自负地告诉对方 这绝对是最可怕的果实能力 但香格斯的反应 跟着站在农田里的老农一样毫无波动 这就是你的依障 曾经罗杰传人根本没有吃任何果实 不也沾上世界之巅 接下来 两人对彼此都充满了忌惮 所以进入了互相嘴炮找破绽的阶段 香格斯阴阳怪奇的暗示 蒂奇就是个混蛋 黑胡子不甘示弱 说每次我看到你的脸 我心中就暗爽 因为香格斯的伤疤正是黑胡子留下的 红发则点破了黑胡子来到合治国 企图收割凯多青龙果实的意图 只要今天我香格斯坐成于此 你就绝对别想得逞 垃圾化环节中 黑胡子率先破防了 他一边骂骂咧咧 让凯瑟香格斯快点闭嘴 一边以和当年白胡子相同的姿势 挥旋用出了真正果实的力量 狂暴的恶魔之力 瞬间撕碎大地 一片狼藉中 只能听到黑胡子得意的狂笑 独逼见到香格斯立刻拔剑 冲向了黑暗和震动之力混杂冲击波 只见这一刀强入了黑猛的七夜鬼雷 这是霸王色时日花火的表现 要知道单轮剑术 香格斯曾和事业第一剑豪阴眼笔间存在 不然只是一刀 什么乌七八黑龙卷风 直接被一扫而空 就连黑胡子的身体 都被砍出飞溅血液 蒂奇震惊地发现 香格斯的霸气已经强到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 这还是人类能够做到事吗 然而黑胡子一点也不给面子 他警告香格斯不要太过分 毕竟你也不想你的女儿出什么事对吧 红发 一提到女儿乌塔 香格斯顿时有了不妙猜想 他在极度愤怒之下 朝黑胡子一刀砍出 但黑胡子居然撑他封神 琴可顺应到红发背后 香格斯似有察觉转头看去 却已经来不及躲闪 眼见蒂奇手王再次亮起来 真热果实的光芒 黑胡子居高零下挥出全力一拳 没有任何意外发生 震动之力压着红发撞向大地 狂暴力量直接渗入地表 在地下疯狂扩张 而地面上也被拳风带且肆虐乱流 黑胡子持续不断输出 想要一举压碎对方脑袋 可红发的防御力同样很强 蒂奇实在没有办法得逞 下一秒 黑胡子突然撤走 香斯有些狼狈从地下爬了起来 竟然看到蒂奇从天上落下 你可曾见过这招从天而降腿法吗 香斯当场一个驴打滚 躲过黑胡子致命的一击 黑胡子继续笑着 然后说说让香格斯无比震惊的内容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嘴硬 啊对了 忘了告诉你 你的女儿乌塔 已经是黑胡子爱的团的一员了 乌塔拥有以科生沟通万物的力量 她会一直利用乌塔 直到找到全场窗大秘宝为止 红发当即发誓 一定会把女儿从黑团手上夺回来 黑胡子不住冷笑 低沉地说 那么就此证明吧 香格斯 只见他目光一速 宛如时这霸王色87化为闪电 且这股肌烈的压迫力还在朝四周扩散 黑胡子此时只觉只见一通 居然发现自己竟被本盖无形的霸王色给隔空割伤了 无数紫色闪电还弄了整座岛屿 连远处的巨石 都在狂奔咒一般的霸王色冲击中化为鸡粉 就算以黑胡子献献也不由大惊 这到底是什么鬼 说是迟 那时快 直接香格斯乘胜追击 紧接发起下一轮抢弓 此时黑胡子已经躲闪不及 走进将身体揉入一片黑暗 他的身体在转换间 吞射了所有来自香格斯的力量 可这鬼的一幕并没有让红发停手 下一秒 单比对黑拳 黑胡子运起震动之力 和香格斯拼得不相爽下 僵持一阵后 两人各自分开 地棋这边 掌控无数已经实质化 如臂使者暗元素突刺 香斯则还是一人一臂一刀 普世和他正面重分 眨眼间 两人突进至一米之内 看那配刀藏着炫烈霸王色 重拳附带撕裂一切伟丽 可这一回合才到第二轮 香斯居然被地棋一拳打飞数百米 黑胡子见状露绰得意的笑容 两年来 他在暗暗果实的开发上 早已登峰早急 香斯刚起身 地棋身前便居一起如寂寞般的黑暗能量团 而后进入朝香斯积设而去 招看起来很弱 却在目的地引起了一轮 想车天地暗能量大爆炸 香斯身处半空 立刻回进一刀 然而黑胡子在暗果实攻防一体 剑气千刻间 就被他前方的黑暗壁垒吞没 当他操控无尽黑暗 似潮水般疯狂涌向对面相个私 香斯却不尽反退 一刀斩下 然而两人间蠢蠢欲动黑暗就好像出手怪 红发很快生命有解就被远远推开 我他好歹是顶先见识 一速快到惊人 黑胡子也只能看着他 在黑暗复印间来回穿梭 终于 迪奇忍无可忍 他操控黑暗之力禁止刺入上方云海 在觉醒力量加持下 整片野空 都还此刻与黑暗相容 既然跟不上你的速度 那我就把整座岛变成暗之炼狱 再让香斯的应对 他趁迪奇独条件无法移动的时候 在其面前猛的插上地面 无尽霸王色霸起随着这一刀涌向地底 涌向四周 一把忽然增大寒人当场关脱黑胡子的胸口 其黑鬼雷环绕中 只见香斯一刀劈下 一刀堪称大荒星云 完全无上剑气凝结巨剑 正从九天之上坠入凡间 这四皇香斯的终极杀招 黑胡子身处巴尔最中心 其身体淹没于崩塌的扭曲空间内 终于 恐怕这一刀完整披热战场 以黑胡子所在为中心 仅能的能量光团轰然炸裂 那冲天而且火光照亮黑夜 一时大地崩坏 还于震产 光是泄露而出能量 便足以毁灭天地 可这还没完 黑胡子居然靠着黑暗引力 吸收出一波 从而硬填了过去 香斯剑装载举佩刀 以剑气为骨 霸王色为形 一柄笼罩在紫光中 若有若无的巨剑 助力在天地之间 这次香斯穷奇剑刀 为终结黑胡子二开发出了 纠集一剑 此剑早已锁定地鞋击击击 所以黑胡子没有去躲 他双手托取真人果实的光球 短时间内 居然把剧剑挡在天上 只差一点 只差一点就可以推过去了 然而黑胡子头颈压力却越来越大 让他心底也不想越发强烈 果然 任凭黑胡子咬紧牙关 即时米的格力分须 终究还是镇压了他 香斯盯眼看去 一代小熊黑胡子 终于迎来了末路 紧身的红发落在地面 刚想过去补刀 远处为黑团三号船长 帮我卡举枪就舍 红发当即面露不善 与此同时 因为劝在玛丽乔二对萨伯出手 陆飞与其展开最终对决 伴随武当陆飞一定要救出萨伯的 充满决意的宣言 集体内有温暖如太阳的力量流变全身 他举起遮天巨拳 眨眼间 火光映照碎石 另一包裹之下 一记超夜火手枪悍然轰下 可用火焰去攻击岩浆 你是否搞错了什么 赤拳一脸你才逗我表达不满 以绝对争议之谜 萨拉斯基一巴大喷火 喷出岩浆之拳 岩浆撞入火海 后来者却可居上 他大吼一声 滔天岩浆轻得死气团膨胀 翻过来包裹了火焰 只是一招 陆飞被击飞到几百米开外 他被迫推出武当又快速恢复 连赤犬都不得不称赞草帽小子的任性 可陆飞完颜却失却笑容 因为这赤犬攻击力 谁比凯多高太多了 我会再次终结你 草帽陆飞 萨拉斯基放完狠话 洗拳都再次化为岩浆 热浪扭曲他的面容 可唯有一心诛杀极恶的决心 如禁止喷射岩浆一样一往无前 将一切拉入魂金万物的炼狱 岩浆层中 武当陆飞硬化手腕勉力阻挡 然而一发岩浆团 还是仅仅贴在他的身前 再考虑到上面附带的 难以比喻的惯性 陆飞最后被强行砸向地面 光是余波 就引起了一点串爆炸 但艳城稍稍散去 陆飞已经翻了白眼 是却站立 当然这只是暂时的 武当状态依旧坚挺 赤犬遭有预料 元帅只能冷冷等陆飞重新爬起来 以他经验来看 陆飞这一强大的状态 不可能一点代价都没有 也不可能一直变身 而没有次数的限制 当草帽小的吐槽 岩浆真的太烫了 赤犬表示 我会让你成为你的遗言 他对陆飞一路走来取得成就持认可态度 但也就是说 今天就有一切故事结束的时候 和正义为敌 你的下场早已注定 赤犬想以陆飞死 来开启一个没有海贼新时代 然而说起新时代 陆飞还是比较认可的 少年之道 就像罗杰开启大野贼时代一样 等自己成为海贼王 整个世界也会进入新的机缘 双方温斗结束 开始武斗 岩浆骤然炸裂 提供剑人的冲击力 赤犬顿时化成一条岩浆之龙 在陆飞身后紧追不舍 就算武当状态有了上天下地的神奇本力 可始终甩不开海军元帅 赤犬追上后飞起就有一脚 其本人踩了扎上天的石块 寄予追击 他以岩浆为绳索 将所有的烈火和石块 聚合成一颗分音陆飞的 熔岩之地暴天心 几圈旋转后 巨大火球被离心里砸入了大地 赤犬天让愈合了一圈还想出手 武当陆飞已经挣脱石球震撼归来 少年的半空操控雷电 和浑身愈合的元帅展开激烈的成斗 终于 陆飞率先抓住了扩展 一击重拳打飞赤犬 这还不够 武当陆飞从云层中 又引来越来越多闪电 且听电流声滋滋作响 就好像有万千雷鸟在一起丝鸣 而后 这道水桶缩电流一阵蜿蜒 正好吞没赤犬身影 砸飞身后的巨石后 元帅不住回退了几步 他迎着漫天落石迎难而上 随即开启反击 赤犬一拳接一拳 打飞面前落石 正在引雷武当陆飞招 转转层裸躲避岩石 在那九天之上 他把所有雷电 全部汇聚成了一股 托动这只完全由电流 构成雷神之枪 陆飞已不可阻挡 即使穿刺天地 关键时刻 赤犬原地升天 陆飞巨大雷枪 从被赤犬附带了霸王色的 熔岩巨盾挡下 短暂僵持片头后 他大声嘶吼着 让赤犬融入狂雷 一股作气 加大雷电输出 赤犬马上落入下风 看来自古对国 左边说的定义 果然太可怕了 当事实 雷火的交锋 只持顺一顺 雷神之枪 飞速突进至赤犬 肉体是最后一道防线 任凭元帅苦武之称 电流已经钻进他的脖子 赤犬迫不得已 只能冒着重伤的风险 以元素化暂地锋芒 巨大冲击力之下 燕将海洛尔雷电 逃向半空 可赤犬还是没能 躲过陆飞拳头 这一气重拳 将云人不断电流 进出关落元帅心脏 充满 然后一出 后体雷电穿胸而过 陆飞并没有就此停手 他一拳又一拳反复补刀 直到最后 将萨拉斯基封向了地面 带起来新一轮的爆炸 这一切战斗 全都是为了报顶上战人之仇 赤犬完颜也很不爽 如果不是两年前 各路人马疯狂放水 他早就有机会杀掉陆飞了 陆飞乃可怕的身世 以及自身的潜力 都让他成为海军 必须要根损目标 今日就在这里 彻底有集一切吧 然而赤犬还没说完 陆飞又觉醒了新的能力 从他周深耀眼的光芒中 有五彩斑斓处须 就要成了一张大网 在这些色彩间 艾斯 纳美 罗宾 山智 索隆 梅利好 方尼君逐一出现 自用这股代表情感能量 全都会与在陆飞的右臂 少年以此作为涅槃之火 任凭智能量人边各处 让武当吃玉在七彩能量带动下 朝而更强的形态进化 陆飞 赤犬互放狠话 都说这要彻底终结对方之类 赤犬则还提到 他对相个色不屑 这里和基诺陆飞 最后一回合 赤犬彻底化成为 燃着熊龙链的岩浆人 他对上影模在斑斓中的草毛小子 双方都已经来到 各自实力的巅峰 这一回合 陆飞率先动手 他让右拳不断蓄力增大 同时七彩能量疯狂涌入 最后所有颜色 融合成金灿灿的光芒 一道缠绕霸王色巨拳 又又又又一次 像流星滑布的夜空 等到拳头不可阻挡 突一之身前 赤犬震惊地发现 他居然自动推出了 元素化的状态 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价格如春季繁花般 浪漫的炫彩浪涛 不尽光芒间萨拉斯基 蠢种围住 下一刻 这看似无害的潮水 发生自下而上的大爆炸 隐约可见遮蔽一切烈火中 赤犬如断了线的纷阵 一路倒飞 剧烈冲击波 荡起一阵横扫巴胖的涟漪 元帅手荡起冲 狼狈之急 身不由己的越飞越远 根本停不下来 随着墙底不断远去 光芒消失了 唯有陆飞传出气 看向远方 而在吃犬这边 我的正义 难道就要就此为止了吗 他嘴里喃喃问道 吉尔居然从九开始 奔碎成无数岩浆块 大仇得包陆飞 从地上捡起草帽袋上 再看时 夕阳之下 相思一伙不知何时 已经来到身边 这是红发和陆飞 跨越八年正式再会 陆飞一身纯摆姿态 礼貌向熟舍红发团前辈们 依次问好 相思说 我是来祝贺你的 陆飞 陆飞则自豪地向红发 接到其他如今可好的伙伴们 相思听完很高兴 他又把黑乌子 已经被打败的消息 告诉了陆飞 还说按照两人的约定 我会考验你的实力 夺回草帽 陆飞对此没什么意见 那么就堂堂正正战斗一场吧 为这跨越八年 羁绊花生完美的句号 红发和陆飞 两个最终对决即将开始 第一回合 只听了电闪雷鸣 武当陆飞信手 念来余罕间强大电流 他不断聚集 不断聚集 直到将整个人都沐浴 在化为天之寓宙雷柱雷柱里 等到身体吸收雷电 代表情绪 气彩斑斓 神秘能量浮现 他察觉自己的能量还不够 因而很快 有更多雷电 教主在他的头顶 叫声停止之时 陆飞到达目前最强状态 要招事业政府 几百年来都带着这个果实 既然陆飞已经开发得非常好了 但始终还不是那人的对手 陆飞闻言有些疑惑 僵思质子 终于露出真面目 他的瞳孔竟然逐渐 和一亩大人的重围在一起 陆飞见状也不再说话 当即一横雷霆之枪 引出雷电苍龙 僵思一刀劈出 凌冽的剑起了雷龙相互纠缠 短暂僵持后 发生剧烈的爆炸 冲击波还未消散 相思怒吓指刀 似黑须闪耀的能量盆 在他刀间聚集 然后向绝跌洪水朝下宣泄 可是武当陆飞 即使拉起象征化地面作为盾牌 不仅成功挡下爆炸冲击 甚至还能反手一扬 将所有能量 全部反而向香格斯的方向 谁知强大智杰 红霸此时一步闪不避 他任凭刀人上的无上剑气 便湮灭了一切能量 而后香格斯又一次夸奖 陆飞对果实运用 然后说着 我也要认真一些了 这里的话 下一刻 短红霸主刀主天 由一尊八臂法相 浮信于四皇背后 那巨大的神佛 用和香格斯同样的样貌 八臂合拢间 以柄遮天闭热大刀 才让霸王色砸向陆飞 而陆飞不仅轻松倒下 还在回忆杀家旨中 尽情释放出代表情感的七彩能量 这股能量在半空 会语成一尊手持雷电巨大精神 其外形 可然就是武当陆飞的放大版 眼见他把雷霆之枪 当成匕首全力回家 香格斯红黑相见 一天即霸王色轰然爆裂 精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光智防护罩 双方不知僵射多久 最后的最后 红发贵符在地 成是自己输了 武当陆飞文言捡且低伤草帽 跨越多年约定 往不在此时定格 我相信你一定能打败他 香格斯满脸欣慰地说道 原来刚才他是假装黑化 陆飞本要把草帽还给香格斯 但香格斯拒绝了 说草帽已经选择自己的主人 选择下人海贼王 同时 远在玛丽乔亚 武老兴因为吃犬没得弄死陆飞感到气愤 且香格斯的插手 也让简有些烦躁 最后还是一目下令 让空元帅接手海军诸多事宜 回到陆飞这边 战胜香格斯的远不是故事的结局 只见冲天而且黑暗之潮中 武当陆飞团被黑乌兹一拳打飞 同时吃犬偷袭被香格斯挡下 而香格斯养女乌塔专也出现在这里 他不忍心对曾经青梅竹马出手 黑乌兹懒得管他 当即抓起草帽小子 你已经输了 只有我才配成为海贼王 第一期对陆飞大声宣告 可少年只是不在意地笑了笑 就算是死 我也不会认输的 陆飞好不容易打倒香格斯 得到红发最终肯定 谁知黑乌兹潜伏在一边 在两人筋疲力竭时候杀出 只见陆飞没有半点投降的念头 黑乌兹一拳接一拳地殴打他 一旁的乌塔塞看不下去了 哥哥果实挑人发动 变身为全身着甲长枪女骑士 趁陆飞绝地反击 和黑乌兹远程对过的绝佳时机 女骑士以五线谱 过程束缚黑乌兹枷锁 可区区纽带 又怎么可能抓住黑暗呢 觉醒后的暗暗果实 早得到常规元素化的能力 他轻松自其中拖出 然后反手一道黑暗冲击击溃了乌塔 活在彻底失去意识前 少女身上的纯白能量倾泻而出 这道白光驱散陆飞身边的黑暗 沉入其体内 让陆飞心脏再一次跳动 黑乌兹差异地看着一切 等他察觉身后有强光时 已经来不及阻止了 一道雷霆呼吸而出 插在地上 久久没有消散 比以前更加要用的超武当降临于此 手握雷电陆飞怒斥黑乌兹居然杀了乌塔 一起只是一副不怎么在意的样子 在他看来 弱者便无存在价值 这不过是成为海贼王的必要牺牲罢了 黑乌兹欢迎未落 海量混杂赤红霸气黑暗涌向八方 连纯白的武当都被无止尽黑暗吞噬 但下一刻 宛如黎明带来白昼 宛如金雷刺破场夜 陆飞撕裂黑暗之海 不到了强敌跟前 代表勤血七彩能量会与武当刺身 雷霆加持下 天空再次出现 旁到顶天立地的金黄陆飞放大版 在黑乌兹海门的注视下 巨大势影将手中长枪刺向了回岛 果是觉醒我的黑乌兹 能导致武当陆飞的终极一击吗 这一瞬 就好像流行巨像世间 黑乌兹以黑暗之盾 抵挡那股强盗超越想象的冲击 两方相撞出 只剩下黑白的色彩 空和吴老兴 在不远处见证两人战斗的全过程 空告诉陆飞 我和你爷爷卡普是朋友 卡普曾询问 你为什么还在为服求事业政府工作呢 如今 空将一切原因告诉了陆飞 他站在事业政府一边 全音心中对海贼无法冷却憎恨 看在卡普的面子上 如果现在陆飞投降 他可以考虑放过陆飞 但陆飞走到今天 又怎么可能会坐以待毙呢 他让吴老兴和空一起上就好了 吴老兴这样动手 空说 还是我来吧 旁边绿牛也想争取单挑陆飞机会 如果把这小子抓回去 赤犬人帅应该会很高兴吧 双方大战一触即发 直接慢弓中 浮现出无数光球 雷电肆虐如同末日 陆飞一拳挥出 其武当能量几斤反射 最终在镜头处爆开 一团团的雷电堆积一处 构成了和武当巨人 全然不同的雷霆巨化形态 当那幅神明般姿态 突然在鬼斗之上 绿牛却并不感到慌张 他的手指化为树根 砸进大底及血能量 分泌是自然泻森森果实 但绿牛却习惯于用木制形成 巨大蛮牛战斗 光论体型 绿牛变身形态 足有陆飞的三倍大 这是什么果实 草帽小子有些惊诧 随意他一拳就揍飞巨大牛头人 立于被各位强者打成平街大地上 牛头人别在雷霆巨人看人上演 双方的每一次碰撞 都让这片大地精烈苍海苍田巨变 说到底 依旧还是陆飞力量更胜一筹 他把大将轰到空中 然后召唤了一道贯同天空和大地的弱雷 随之出现巨大蘑菇云 就算隔着几十里也清晰可见 在一看时 草帽小子已经解除武当 戴上草帽了 堂堂大将实力也不过如此嘛 此战 他终于单杀大将 与此同时 赤犬已经抓住了乌塔 他想以女孩为人质 引向克斯前来 而且赤犬疯狂挑拨妇女间关系 说什么海贼 果然都是会抛弃自己孩子的人渣 话音未落 红发团全员到场 向克斯当赤犬赶紧放开乌塔 否则后果自负 以上 就本期同人动漫的全部内容了 本期素材来自国外海迷 并获得授权整理解说 白金个人喊话 大家也可以去多多关注一下 这位大佬的作品 我是白金 咱们下期再见